哈喽各位同学 我是刘百恒 那咱们这节课来看一下我们本次模块大赛的一个差异题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 是一个排序题 对吧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ABCD四个选项 看看这个手据能不能帮助咱们去确定一下 那手据就是2345 对吧 那咱回到文端看看2345这四句话 有没有哪一个是不适合做手据的 首先先看圈 他说科学界往往使用这个论文的 被引用量来作为衡量其质量的一个指标 那文端这个第二句 他其实就告诉咱们 这个被引用量可以作为衡量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 对吧 没有什么不能做手据的一个特征 那再往下你看圈三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工作 是不是有转折了 转折的后半端 是不是转折不明确 所以说你看圈三这句话 有转折的后半部分 他就不适合做手据干掉 对吧 那B就干掉了 然后圈四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啊 中国论文的这个量质其声的一个态势 这是啥呀 指代词对吧 指代明确吗 这是啥事 啥事说明这个量质其声的态势 我说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这个圈四也不适合做手据 B也干掉了 那圈五呢 如果论文对吧 进入被引用量 排名前1%就被认为是很高的研究 没有什么不适合做手据的标志 对吧 所以说咱们通过转折 通过指代 把B跟D干掉 就剩A跟C了 那这里啊 咱们再仔细来分析一下 咱看看圈二和圈五这两句话 圈二是在告诉你 论文的背影量 可以作为衡量质量的一个指标 就这个背影用量 对吧 它能够去衡量你的质量 那圈五呢 它是不是告诉你 那我具体怎么去衡量 通过这样的一个排名前1% 这样的数据来告诉你 具体我怎么用背影用量去衡量啊 只有达到前1% 我才认为你质量很高 所以说按照正常的逻辑 大家告诉我 我是不是得先告诉你 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论文的背影用量 它可以作为衡量 它好坏的一个指标 再具体告诉你 怎么去衡量 你达到前1%就行 对吧 所以说五是不是应该在二之后 起到一个对二的解释的作用 那所以说A跟C对比的话 C是不是就没有A 这个二 五是不是就没有二适合做手据 所以说这个题A选项 咱就搞定了 对吧 那如果有同学啊 他说老师 我现在我就不放心啊 对吧 那咱们来一起来验证一下 好吧 那首先你看 圈二圈五 先告诉你这个背影用量 可以评价它的一个质量 然后告诉你具体怎么评价 千百分之一 那接下来 圈一圈四 引用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文刊 对吧 告诉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得出圈四的这个结论 从一个侧面说明 中国的这个论文还挺好的 然后圈六圈三 圈六 这一态势是不是就指 圈四的态势 对吧 说明国家深入研究 这个战略还挺有用的 那最终圈三一个但是表转折 那告诉你 虽然论文质量还挺好的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问题 需要去衡量 比方说科技成果的转化 又提出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看 A选项 逻辑非常紧密 那这个题咱们就可以确定 选A 好吧 首先三跟四 对吧 一个转折 一个指代 不能做手续 二五去对比 二更适合做手续 这题选也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题 是什么 释放 一根 然后看 нач 能掩飞 那就 再站 不能做手络 是 出色 干吗 普通 许 鸡 这 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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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